成功的投资只需要做到两点 第一,找几只优质好股票 第二,让自己做一个有耐心的人 就这么简单 事实上很多大佬都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和观点 如安德烈科斯托拉尼被称为欧洲巴菲特 他最著名的建议就是 要投资者到药店买安眠药吃 然后买下基优股 睡上几年,再从睡梦中醒来 最后必将惊喜连连 这不正是买入优质股票 做个有耐心的人等待股价的起飞 投资大师罗杰斯曾经也说过 成功的投资家的做事方法通常就是什么都不做 一直等到你看到钱就在那里摆着 就在墙角那里 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走过去把钱拾起来 这就是投资之道 要知道找几只自己可以理解的好股票是不难的 最难的还是修炼自己做一个耐心的人 所以为了做好投资 从投资获利 请坚持做最简单的两件事情 这个 tehdee 揿 手 手 手